欢迎收看TVBS国际plus谈全球 每个礼拜三的环保气候一题 我是主持人吴舒瑞 今天在进入正题之前 当然还是要跟大家来聊聊最关心的卡努台风了 毕竟有很多北部的观众朋友都很想知道 会不会放台风架呢 而且这一次台风真的是步步逼近我们 首先要来看到的是 卡努台风现在速度放缓 而且持续朝西北溪的方向前进 预计在周四还有周五清晨的时候 距离我们是最接近的 但是可以看到它的暴风圈真的很大 暴风半径有280公里 所以说它是一个很大 而且呢它的强度是来到中台上线的一个等级 所以说当然也不能够掉以轻心 那么预计在周三的晚上 它的暴风圈就会接触到 我们100公里的海景范围区域 而在星期四上午到中午之前 它的暴风圈就有机会碰触到我们的陆地 而目前看起来最有可能的就是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北角这一块 那么在周四的晚上到周五凌晨这一段时间 它开始慢慢要北转了 所以速度会放得更缓 要到周五的白天之后 甚至是到晚上这段时间 导引气流比较明显 它才会快速的北转 也就是说刚刚不断提到了 周四一整天到周五 会是它离我们最接近的这一个时间点 要特别留意 那么还要来看的是这一次的降雨呢 跟上一次渡苏瑞不一样 上一次主要是在南部地区 这次呢就是主要以北部地区为主 特别是基隆北海岸 还有北部以及山区 都有机会出现局部的大雨或好雨 尤其是在周三晚上开始 这种台风带来的间歇性雨势会更明显 周四的时候呢 还要注意当暴风圈开始笼罩在我们陆地的时候 它的螺旋云带就会扫入我们的地区 所以说可以发现在整个周四的一个预计降雨来看呢 山区的雨势变得更明显了 北部地区也会降息比比三更明显的一个降雨 包含在南部的山区也会受到影响 而另外呢 在周四的晚上开始也可以看到 在整个中南部的山区 更有机会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颜色紫色的地方代表的是说 12小时的累计雨量会来到100毫米以上 所以说山区的话这几天尽量不要前往 否则是有可能会出现土石啦 或者是摊风等等的一个风险 那么接着呢还要来看 星期四星期五清晨这段时间风雨当然很大 可是接下来等到星期五白天到晚上这段时间 台风慢慢远离之后 反而是从周末开始 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要留意了 因为西南风增长的关系 所以说呢天气还是不稳定 也会有一些较大雨势出现 而且降雨的时间可能会很长 下雨的天数也会很多 所以说不要以为台风走了天气就会变好 北部的这个地区降雨是放缓没错 但是中南部地区恐怕会一连下好几天的一个大雨 这是要特别留意的 最后帮大家统整一下 这一次卡路台风的一个警报发布 在星期三的时候台风逐渐接近 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 是台风距离我们最近的时候 而且它的速度会停下来会很缓慢 才会慢慢的北转离开 而且北部的降雨时间很长 基隆北海岸风雨会是最为明显的 提醒基隆北海岸的观众朋友一定要特别严防台风的威胁 中南部风雨也会稍微增加 可能各地都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好雨 但是等到礼拜六台风远离之后呢 反而西南风要增强了 中南部持续有雨 不过呢反倒是被封测的东半部呢 是高温少雨的状况 在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 花莲还有台东甚至有可能会出现焚风 所以说有一点东西大不同 另外呢从周四晚上开始 澎湖地区也会转雨 那么当然马祖啊还有金门地区降雨机会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一点的 只是呢在礼拜三白天的时候 台风还没有真的暴风圈笼罩到我们的陆地 可是在新北的石子公园就已经有民众开始观浪 而另外呢在宜兰的外耀沙滩 也因为呢在碰到了台风 以及像是适逢年度大潮的关系 有这个海浪呢冲上沙滩 就把一些设备给毁损跟冲走了 我们一起来看这些画面 巨浪一波接一波拍打上岸海流徐分团集 台风台风虽然不会直步台湾 但是它的外围环流还是会影响东北角 可以看到现在海浪非常大 而且呢来观浪的游客也不少 你从哪里来到呢 韩国 韩国 你知不知道这里有台风吗 是 你觉得危险吗 我感到恐惧 为什么 因为我必须回来韩国 鸡龙八豆子鱼港防坡堤外出现六公尺长浪刮起时机强震风 这次台风就在家门口渔民绷紧神经 站在船板上拿起绳索一圈两圈三圈 绕绕固定担心风雨太大船只会被撞坏 也有船只陆续进行卸货 海线运送到货柜里本来船长早早计划要出海捕鱼 结果台风接连来报到无奈被迫停工 而这次除了北部要提防外宜兰也受到影响 天色暗蒙蒙一片沿海岸出现长浪又正好遇上涨潮 长浪都涌上沙滩 造成冲浪业者的设备全部被冲散 业者也赶紧收拾准备 港区内渔民持续进行防台作业 卡努持续往西北溪前进包含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以及兰宇绿岛开始受到影响 这段时间可别往海边跑 TV也希望刘欣奎简大臣王华林立杰王思审 S人小组采访报道 好 进入环保气候的正题 我们今天持续邀请丽君来加入讨论 丽君你好 说的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丽君现在已经进入8月了 真的非常炎热 我基本上睡觉的时候不开冷气是睡不着的 你自己呢 真的是完全不能开冷气 尤其因为是在正中午的时候 其实在家里还是非常的闷着在室内 所以我觉得大家依赖冷气这件事情 很难去做一个改变 对 好像没有冷气已经快要变成火不下去的状态 不然真的很容易中暑啦 甚至有一些人也怕会有一些热伤害的威胁 那不只是我们喔 其实在国外啊 有一些像是英国的这些民众 他们以前可能因为是属于比较温大国家 比较没有吹冷气的习惯 但是去年的这一波严重热浪侵袭之后 好多人开始在购买冷气的这个之前我们曾经有跟大家聊过 但呢我们来看看现在有一些环保团体他有些忧心了 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来看喔 这是去年的时候欧洲有被热浪袭击嘛 所以说包含在英国就有很多当地的民众 他们是买了这个冷气回家吹 因为真的不吹不行 像是我们有提过 英国在去年甚至飙出了40度的一个高温出现了 所以说呢 有冷气机的业者就说 诶这个去年的销量居然飙升了525% 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耶 可是环保人士啊就说 诶不应该开冷气啊 冷气不是越开会让我们的这个环境越不好吗 越加剧我们的气候暖化的一个现象吗 可是现在也有些人说 诶可是好 你说我们要用绿色能源 那电动车就真的是够环保吗 这个想法上好像有点矛盾耶 怎么回事就要怎么解释 或者是说我们在使用冷气的时候可以怎么样 稍微让我们的环境伤害不要那么大 对因为这个议题大家在觉得很矛盾 因为大家真的是太热了 无法不开冷气 但是开了又是一个破坏整个气候的一个原充 所以其实现在到底也应该来怎么界定环保这件事情呢 所以他们有一些专家学者 就提出了应该来看这个电力消耗是否是用低碳排或者低碳排的方式来生产 譬如说像是用捷径能源当作是冷气的供电 譬如像是绿电太阳能这些 如果它就是一个绿电的供应形式来取代过去像是煤炭发电的这一块的话 它其实就会变成说你也不用刻意去忍耐这个高温而不开冷气 那另外呢像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冷气的制冷冷煤呢 其实也有经过一些改良之后 有比较环保一点 因为可能跟过去的这种冷气冷煤的这种破坏大气层臭氧层 或者是整个变成温室气体的一个状况 有稍稍的比较缓解了 所以现在有些专家有说那就是要来看说我们到底使用是不是一些绿能来作为一个发电 那也呼吁说像是不开冷气 现在其实非常的难挨过这个非常炎热的夏天 是所以癥结点重点在于它使用的这个电是不是用绿能 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干净能源所做的 或者是发出来的这个电才是一个关键要点嘛 但是呢我们来看看的是 其实环保人士说的也未必完全是错的 当然很多人会热到睡不着 甚至是我们有提过说 当这个温度太高的时候 在夜间其实是会造成人的伤害风险的 但是呢环保人士这时候也说啦 因为我们开冷气它也是造成热浪的主要原因之一 也会让我们的热浪更严重 但是呢其实不只是开冷气啦 我们也帮大家统整一下 包含上是在市区啊都市人类活动更频繁 还有这种大量的建筑物啊跟开冷气等等 对散发这个热气都会让我们市区的热量影响变得更极端 尤其是有时候在气象当中 我们会提到的像这种热岛效应啊 或是都市效应等等 其实哦也都会让我们都市感受到更热 那大家又开冷气 好像是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但是呢为什么环保人士一直有这个疑虑 我们要从冷气过去的一个历史先带大家了解 在1928年的时候当初的冷气的这个 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冷煤制冷剂是浮力昂 后来呢才发现啊原来它会破坏我们的臭氧层 而且会让我们的暖化变得更加严重 后来好不容易呢找到了一个替代品 叫做轻浮化碳 可是好虽然我们的臭氧层没有被受到破坏了 不过却发现它的另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就是它是一个很强效的温室气体 但是呢这一个我们提到的这个替代品呢 它现在可以说是指数的就是一就是翻倍的不断在生产 而且不只是家里要用到冷气啊 办公室要用到冷气 甚至我们所用的疫苗啦抽血保存等等 都是很需要这种冷气来运送的 所以说好像大家已经对它不能没有的一个情形产生了 那么有没有比较好一点的方式 可以减缓这样子的一个伤害造成呢 现在就是这个美国的环保署啊 在2021年的5月的时候就推动了淘汰轻浮化碳 像是它就是一个可能会破坏我们的大气 或者是增加暖化的速度 而且现在因为冷气啊 其实已经变成奢侈品 变成每天的夏天的必需品了 到底要怎么在夏天之后开冷气 然后又可以兼顾到环保尽量不要破坏气候 其实专家他们有提到一些方式 譬如我刚刚讲到的就是说 选用绿能作为供电的方式 来减少像是煤炭产生的一些二氧化碳碳排 另外就是我们的冷气的使用 应该要来控制温度 其实像包含我们的台电 也有一直在呼吁大家在室内的温度啊 也尽量不要开得太低 开太低 然后你可能还要去穿很厚的 盖很厚的被子啊 这其实反而是本末导致的 所以应该是开在一个舒适的温度 可能是27度 或者是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之下 那其实使用的电力也可以比较节省一点 所以用聪明开冷气的方式呢 也是好过于来忍耐高温 那另外一个就是像公共制冷 还有公共的舒适 像包括可以在这个绿地 可以建造一些绿地 还有种植树木来遮阴 另外呢还可以用一些像是智能设计 其实让大家在一个公共场域 其实是大家可以大众的降温 并非就是只是有个人来降温的这样的方式 是就像丽君所说的 当然除了个人之外 大众一起来降温也很重要 而且呢如果说透过像刚刚我们提到这种冷气开放 在控制温度 比如说27 28度 你再搭配电风扇的话 不只是可以减少这个碳排放 甚至还可以帮你节能 尤其现在是夏季电费啊 真的电费好贵哦 所以说当然大家也希望说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冷气的费用给降低一点点 但是为什么冷气会耗这么多的能量 或者是电力呢 带你来看 主要是因为传统冷气 它是用压缩机循环系统 它会加压冷媒之后 来透过冷却这个空气 但是呢 当然它就会持续消耗电力啦 而且呢 比较对这个生态环境影响比较大的就是 冷媒会造成我们刚刚所说的 这种温室气体的排放 而且在生产跟运输当中 也会需要这些冷气啊 这个排放当然也会造成一些 这个环境上的危害 甚至有统计发现哦 冷气是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将近4%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 环保团体他们当然会有一些疑虑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伤害降低 又希望可以节能的话 美国现在有新创公司 有一个新的idea出现了 对不对 对有一家新创公司 它就宣称他们新的一个技术呢 可以让冷气降了90%的耗能 像是用这个浓缩盐溶液 来取代传统的一些冷媒 它的方式呢 包含像是通过热拱蒸发水分 然后再利用高浓缩储存冷气机当中 然后再开机容液来接触到空气 等到空气中抽出水分之后呢 它其实就可以间接蒸发冷却技术 间接蒸发 然后将空气中的这个温度开始降低 其实这个概念就是利用这种冷却力 让它可以先储存下来 然后制冷剂的用量可以减少 因为它的制冷剂的用量只有传统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就减少非常多 而且呢它可以选用像是不易产生温室气体的一个体 温室气体一个制冷剂来做一个 他们的降低温度的一个方式 而且这样子的一个技术也获得比尔盖茨旗下的创投公 创投基金 它是领头了2000万美元 相当于台币就是6.4亿台币 其实是他们也是非常看好这项技术 因为这个技术他们是目前是会预计2025年会用在这种商用建筑的机型上面 那如果成功的话 它是希望也是在2026年跟2027年的时候就可以在家用上来上市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